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校有的时候就像一个流水线似的 然后出来学生没有创意 缺少个性 当然也在改变了 我在大陆也好 我也在呼吁要冲破教育本身的这么一些体制的限制 那么在美国的话 你可以看到每个小孩都不一样 在重视个性 大陆现在也在改变 我到一些地方去也在讲究 怎么样有更创新 有创业 来凸显自己的个性 我的小孩我就这样 其实每个人都自己去选择 比如说我当时选了上学早了 我觉得很好 但是未必适合每个人 对 未必适合每个人 其实很多人我也看到 就是很多人上学早了之后 对他后面的发展 对性格的培养 并不是很正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 大家不要认为上学越早越好 要突破这个迷思 对 也不要认为上学 就是早了就不好 这个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途径 自己一种选择 这是不是所谓一种自由深的陷阱 像有一些人会担心说 如果他很早就读书 一开始就被誉为天才 反而就有这种担心 外界说他小时寥寥 大未必加 反而心理上给自己障碍 他碰到一些事情 他越不敢去尝试 你有碰过这样子一个同学或同侪 这样子 对 我其实碰到过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 比如说我这种选择的时候 会想别人怎么看 然后我是不是 万一失败怎么办 万一失败怎么办 这个叫fear 英文叫fear for failure 就害怕失败这种心态 所以我刚才在讲 我说一定要掌控自己的心 你选择的时候 要听从自己内心的一种召唤 而不是为别人而生存 不是为别人而做你的选择 所以你看我每次在 比如说换工作也好 换研究方向也好 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我的责任 工作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每次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自己都很高兴 包括从美国回到中国 也是 中国后面又到美国 后面又回来 管研究 管产品 管这个市场 我其实都做过 但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每一次的转换都是您自己选择了 每次选择都是 都是老板指派你 往这个方向 对 但也有公司的需求 但最终都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 如果我不想做的话 谁也不会 没有办法强迫我去做的 对 除了添资的部分 在您的职场生涯 应该也算有遇到一些贵人 比如大家熟知的Bear Gates 就对您非常的赏识 所以让您在38岁 就当上微软的全球副总裁 那可不可以听 他之前也对您说过 说您做了一些 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 可不可以讲一下这方面 就是您怎么让Bear Gates很惊艳 这部分 我其实我这个并不是谦虚了 也不是说讲话 这个很外交辞令 其实我觉得我做的成就 在微软的成就 主要还是我们团队的成就 我看一下原来我在研究院的时候 我和李开复博士一起成立的 创立的这个微软 当时叫中国研究院 后面我们叫亚洲研究院 现在当然我们叫微软亚太研发集团 这个整个规模 这个职能会多了很多 当时打造一开始最早期的时候 其实可能我觉得 大家会有些惊讶 因为在中国在大陆的话 并没有一个真正世界级的研发团 研发团研究院 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 那我们回去之后 可能做了一些让他们觉得 可能比较惊讶的事 找了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 然后在短期中也做了一些 我觉得还是比较令人欣慰的成绩 对微软产品也有一些贡献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包括李开复 也是很快就提成全球副总裁 那我也是团队 整个成绩的一个代表 那后面到了微软总部之后 然后管比如说移动 嵌入式非PC的产品 然后正好和他交往比较多 和BIOK的交往比较多 也学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我的整个的职业生涯 碰到很多贵人 有同事 有老板 也有些人其实是在我团队里面 但盖茨对于我影响还是 刚刚您太谦虚了 他是每个月都播出时间 好像跟你特别会答 你的问题跟你有一些互动 对 因为都在Redmond 当然都在微软总部 也比较近 然后另外我负责的 这个移动和嵌入式的产品 也是比较新的 而且是他比较关注的 刚好是他那时候关注的发展 另外因为他可能觉得 我从中国刚刚去 也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指导 所以花了一些时间 整个亚太研发级的团队 在中国 以您一个聪明人 要带领一群聪明人 在管理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 有时候可能是困难的地方 这样就是 其实管理聪明人很简单 很简单 反而很简单 就是要找到 比较聪明的人 然后去充分的相信他们 尊重他们 然后把他们的这种能量 和聪明才智发挥出来 但是你需要创立一种文化 你需要有一种决策的架构 一个体系 但这个体系下面定了之后 其实很多的创意 很多的这样的发明 新的创新 真的是要靠他们 另外的话在管研究院 和管产品部门 还是不一样的 管人跟产品 我就说管不同的这种部门 是不一样的 因为如果看一下 微软研究院 我们早期的时候 是一批 真的是从事基础研究的 一些科学家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给他们充分的空间 是不要有限制的 所以我那时候讲 我说每天我所做的事情 就是说yes yes yes 告诉他们 都赞成都不说no的 不说no 都是yes 因为他本身就是去探索 去试错的 然后去鼓励他们去冒风险 然后要去包容失败 所以这是一种文化 但管产品部门 我们叫R&D Development 产品部门的话 你必须要有很强的 这么一种时间的概念 以及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时间 然后你要把这个产品 送到市场上 所以这个时候 要通过市场的考验 对 你要做很多决定 所以这个时候 我说很多的时候 是讲no no no 所以刚开始说yes 后面都说no 因为很多的方案都上来了 拿来之后 你不可能都去做 你只能选择一个方案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是要对 这个N个方案 你对N减一个都要讲no 这个文化是不一样的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 就要敢做决定 在不同的时候 要有一些新的 这么一种 我们叫战略的vision 战略的眼光 然后但是呢 这个有这个vision之后 然后要有一个战略 那最后要有很好的执行 所以我觉得我们 这个整个公司的战略都很对 我们的这个眼光 就vision也很对 运景也很对 但是执行方面呢 是犯了一些错误 你认为是执行上有一些错误 我再讲回到这个微软亚太研发集团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它最早的前身是研究院了 但后来我们说不仅仅要做技术研究 中国有大量的聪明的人才 然后我们要去做产品的研发 然后也要做这种技术的浮化 所以后来我们在2006年 第二次又回到中国 就成立了微软亚太研发集团 那么这个就基础研究 技术的浮化 产品的开发 以及产业的合作 就成立了这么一个机构 那现在的话呢 有3000多人 是微软在美国之外 最大的一个创新和人才的一个团队 那么所做的这种产品也好 研究也好 是全球性的 然后对新型市场也有很多的 这么一种支持 所以这个是 我去讲的使命 早期的使命 是做研究 后面的话呢 做些产品 做产品 后面我又回到中国的话呢 是打造一个 即研究产品产业 技术幅化为一体的 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机构 我们的平凡电脑 做得比我们进度备手要早 执行方面呢 也有错误 所以我们讲 现在执行 比战略更加的重要 再次就误会订阅